大家好,我是馮慶強 第二屆動畫大師班,接下來我們會開始的了 其實第二屆開始之前,我們搞了很久都未能搞成的 因為都很想知道,究竟我們找什麼人去做一個主題,做放映呢? 其實很偶然底下的,就是我的同事他們告訴我 知道有一條片叫做《搖滾霸宗義樂團》 在台中一個電影節放映過 就是一個大約一小時零十分鐘左右的長片 他們說可能我們會不會放這條片呢? 在那裡我就開始第一次看到他的一個預告片 其實這條片呢,他原本的名字叫做《音樂》 導演叫做《岩井澤建治》 我在之前是從來未聽過這個人的 後來那個預告片裡面,我發覺那個很有趣的 他那個不出來的那個技巧 我估計是很特別的 但是當時因為整條片未看過 那我都會當是一些,是不是都是一些很奇怪的動畫呢? 譬如那些動作啊,方方面面可能有一些 得意或者呆呆版版的東西呢? 就是我之前有一個這樣的印象 那後來當看到整條片的時候呢,其實我很震驚的 那所以我就建議說,不如我錄一條片 來去介紹一下這個導演和作品 都是一些我的看法來的 因為暫時來說,我們能夠找到他的資料不多 那這個《岩井澤建治》呢,其實他不在81年出生 那大概現在應該是39歲 那如果看資料呢,因為有一個很簡單的項目 那他應該高中畢業之後呢 他跟了一位導演學拍電影的 那位導演叫做石井輝南 那如果你對日本電影的所謂一些B-movie 或者一些混合卡式是有興趣的呢? 那其實石井輝南就是一個很出名的導演來的 那其中他有一個最為人熟的一部電影 就叫做《星龍怪談》 那其實是一部混種的類型片來的 有鬼谷啊,黑幫啊,有劍擊啊 那是一部這樣的電影 那也是很創意的一個導演來的 那原來他跟過他學習 那所以他一開始的時候是真人電影的 他學習的 那但是我相信他對動畫有興趣 就好像我們都問過他 有沒有一些電影對他影響 就是有所影響的呢? 他有提過一部叫林太郎 由林太郎導演的《大都會》 那劇本是大有黑羊寫的 那他說這部片對他有些影響的 那但是實際上他回答我們一些查詢的時候 他都說其實他不是真的 很多動畫對他有影響 反而是真人電影多些 那他就特別highlight了《大都會》而已 那其他都是一些真人電影來的 那他有完成過一些短片的拍攝 一路持續的 那直至到2012年 他就開始籌備這部叫音樂的動畫長片 那我印象當中 如果看完整條片的時候 我有一件事是相當相當之震驚的 就是 首先可能很多人都會專注於一件事 而這件事都是我覺得要 就是在此時此刻的香港 可以向大家推介一下 就是他用了很長的時間 他用了七年的時間 去製作這一部叫音樂的動畫長片 而過程裏面呢 我相信是很難的 就是因為幫他一起工作的人 有些又不懂動畫 就算是懂都好 可能合作了一段時間都好 那如果根據資料所說 和他的製作者形容 其實他自己是一個有些頑固的人 又不是很懂得講自己的要求 所以跟他合作的人 很多時候的反應就是 我都不知道你要求什麼 就是覺得很麻煩 或者就會因為這樣離開了團隊 那當然他會因為這樣人來人往 那個團隊裏面 亦都是因為 我相信是一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 去做這個動畫 所以他會用很長的時間 那我震驚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看到他的動作的時候 他雖然那些造型是有些簡約的 而我看回資料 因為他的動畫本身是有一個原著的漫畫改編 其實跟那個漫畫的那些公仔的線條 造型都接近的 意思是他不是重新再創造過一些人物的設計 因為他是拿了原漫畫裡面過來的 就是角色的設定 大部分的設計 但是很明顯他的動畫 是有參照一些真人的動作的 事實上後來看回資料 原來他拍之前 都找了一些演員來 就是拍一次條片先 然後拍了條片之後 他再用一種我們稱之為叫Votoscope的方法 去把那些拍回來的影片 把那些動作佔在底下 好像trade一樣 trade回所有動作出來 就是用線條慢慢trade回出來 這個做法是有的 其實可能去到很久之前 譬如迪士尼早期的動畫裡面 他們也有用過的 那他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會令到那個動作的流暢性很強之餘 他會好像真人 因為我們真人的動作 其實你少動作很多 就算你動一下手指 他都會因為我們是真人的時候 他動手指的時候 那個tempo 跟你看一部典型的動畫裡面的表演 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我們很清楚 米奇老鼠那種動的方法 是動畫的一種表現來的 但是真人的表演呢 那個動作呢 是不會像米奇老鼠的 是真的像一個正常 我們就算拿一杯茶 也有一個真人的動作裡面 一些很細緻的表現 在裡面 你可能喝完一杯飲料之後 那隻手會有少少動作才放下 那如果你是用 Tray的方法去把那個 真人拍攝的部分 作為一個底稿 然後在上面描一次呢 是會令到那樣東西 好像一個真實的動作 但是我在這裡可以舉個例子 就是呢 其實幾年前呢 岩井俊義是有一個動畫叫做 花雨愛麗絲 那個副題不知道是叫做 什麼謀殺事件 那樣的 他也是用一個 就是這樣的一個 所謂叫鑽苗的方法 但是不好看的 我覺得 因為他當時這部電影裡面呢 人物的表情啊 姿勢啊 動的方法 他實在太像真人了 他像到呢 很多的小動作呢 都圓圓本本本搬過來 其實他就沒有了一種動畫的趣味 因為其實你完完全全搬過來的時候呢 其實你就會開始覺得 那我不如看這個真人表演吧 雖然他的確是一些 由線條到一些很色彩的方法去 去演繹過的 但是那個動作本身真的 實在太像一個真實的動作了 那看看你就會覺得悶了 因為 因為你沒有什麼想像的了 對那個 對那個角色 或者對他的動作的 一些 一些表演呢 可能 可能你只是會不停跟現實做比較 就沒有了動畫的一些想像的趣味 但是這一部音樂 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他既像 一些真實的動作 但是其實他又不像得了 他是很有想法來的 他是很有想法的 將一些動作的一些 有部分的東西呢 省略了 拿走了 然後跟著呢 又加一點點 他覺得可能會 令到他的漫畫感 或者動畫表現 會再好一點的一些想法下去 所以他既像真人 但是同時間又 你又覺得不是 再加上他有一個 很 即是 我相信現在來說 可能會很特殊的一個 一個 一個節奏 就是呢 他有一個大量的 停頓在裡面 突然間 可能 那個角色 有一個 用了一個 來講他 例如在想 在猶豫 在猶豫 或者覺得有些東西很震驚 不知道怎麼辦好的時候 他會用一個 比起一般動畫 相對長的時間 去 完全是變成了一種 停頓的正態 去製造一種 可能在日本的Animation 會經常用的 就是我們所謂 一些有限動畫會做的東西 就是因為 他不可以做太多動作 他不會像米奇老鼠 或者美國動畫那樣 不停在那裡 將那個動作 不停地去動 令到那個 那個角色 好像很有生氣 日本動畫不是這樣的 他會喜歡 他們自己發明的 就是將 一種完全靜止的東西 只是可能 眨眼或者其他方式 去減低那個動畫的數量 令到他有一種特殊的節奏 所以如果你說 這部音樂 特別有幾點可以留意一下 首先我覺得 這位岩井 他對於 他對於電影語言 尤其是 可能 聲音 到了畫面上面 我給你什麼 你看 不給你什麼 你看 他的Sense很強 所以 他裡面很多 很多設計 是關於 譬如 怎樣利用畫外音 怎樣利用 因為構圖上面的一些 安排 令到那場戲特別生動 或者你會覺得 有一些可能是 你意料之外的事情 即是說 他的故事 雖然有些事情 你一直跟下去 你可能有些事情 會想 跟著下去會是這樣 誰知道他的處理 不是這樣 或者結果不是這樣 是令到你 很喜出望外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部分可以留意 另外在製作上 就是 其實他的動畫 本身沒有什麼 shirdle shirdle的意思就是 他後面的背景 其實我挺佩服他的 因為他人不是很多 兼 雖然我見到 他的coolist 也有幾十人 但我相信 做過程 我見他自己 會做一些 作畫監督的事情 我相信 他自己 落手落腳 執了很多事情 首先 他的背景 其實他畫得很漂亮 但他不是那種 很精細 很像真的那種 而是他 他也是 我剛才所說 他演繹過的 所以 背景他做得很好 跟前面的人物 亦都很合 另外就是 人物的身上 其實他沒有shirdle 即是說 浴色就是一個 平圖的浴色 衣服的顏色 就是一個平圖 衣服的顏色 外圍就是一些 一些線條 因為如果你做shirdle 其實他又複雜了 會很複雜的 工序又多了 錢又會多了 第一 我覺得 他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不想再加大個難度 也可能因為 本身都未必需要shirdle 因為他整個造型很漫畫 這個我覺得是有趣 然後他有一個很特別的處理 就是 我不知道他沿著漫畫 是不是這樣 因為我暫時都未看到 但是 他是由這種很漫畫的東西 有時候裡面那個角色 可能因為玩音樂 可能因為他很投入一種激情裡面 他突然間那個畫風 會轉到一種很寫實的方向去呈現 那些頭髮動得很漂亮 好像真 彈結他的手勢很真實 用了很多筆觸 很明顯是要畫很多很多張 甚至乎有機會是full animation 一秒鐘可能畫足 就是24格 或者最起碼可能20格 去表達整個動態 而奇妙的地方就是 那種很漫畫的東西 到這一種很真實的東西 將兩樣東西混合起來的時候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不配合的 但他就很配合的 你覺得不會不舒服的 甚至乎你很明白 那一下很激情的時候 他當然有一個變化 那個變化你又很明白 為什麼會由漫畫轉了做真實呢 你好像覺得有些東西在裡面 是他想說的 但是 當然那個戲不會因為這樣去講 明白這個部分 但是 我自己就 很佩服就是 因為他這樣的處理 令到那條片 不單止 有我剛才說 有些劇情或者內容 鋪排是你意料之外 還有就是 他很多東西看 整個戲的設計很多 那 因為這樣 我很希望可以 譬如 動畫大師班 如果我們會播這條片的時候 我很希望在這裡 可以推薦到給大家 尤其是動畫迷 尤其是你很想去進行一些DIY的創作 雖然他也有一隊 但不要忘記 就是 他製作成本不高 他也是靠眾籌的 那他不夠錢的話 他就用很長的時間 那這件事 我都覺得是 我做不到的 就是我們香港人 是 太容易走聰明了 其實人家是 他在說的 真是一種堅持 真是一種韌力 而 而 竟然被他成功做 那 我自己覺得 是一個很恐怖的例子 究竟 究竟 我們做創作的時候 如果遇到一個逆境 或者劣境的時候 應該是 怎樣繼續下去呢 我覺得這部戲 是一個 一個示範來的 尤其是如果 對動畫有興趣 因為 其實 這件工作 是很寂寞 就是如果你想做動畫 整件事 是一件很寂寞的事 你要一個人慢慢做 而且做的事 可能十分之乏味 就是你一路 逐一部分做的時候 很乏味 你的喜悅就是 將所有事情做好的時候 遊蠻色 夾在一起 夾在音樂 你才會 感覺到 我真的完成了一件事 如果不是 過程是 很枯燥的 但是你可以 在這個 這麼枯燥的過程 都可以 執著地完成它的話 那就是 你真的很喜歡做動畫 你真的很喜歡做創作 那 而 我覺得 岩井澤建志 就有這種 激情的 還有 他很有銳氣 因為他這樣做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是相當相當之困難 那 他剛剛跟我們相反 他不是走精面 他是 他是難的事情 他在做 那 所以我希望透過 這條片 可以推薦一下 因為事實上 他的名字是比較陌生 那 我們接下來 第二屆 大師班 呢 比較懸疑的地方 就是 我們其實談了 他會過來的 就是 不止他 我們另外一位 導演 我叫 片院衰直 那 我們都是會想 大家談好了 邀請過來的 但問題是疫情關係 到現在這一刻 我們都不知道 他們有沒有機會成行 事實上 也可能 很大機會不行的了 但是我們都安排了 希望可以夾到 就是 就算這一陣子來不到 希望將來 他可以 就是 過到來 和大家交流 或者可以 可以 直接是 是一個類似 一個短的課程 這樣 可以一起去練習一下 一些動畫的技巧 或者一些創作的東西 那 今次的 大師班 我們 地點就 在 古天樂電影院 日期就是 11月28日 至12月6日 兩個星期六日展開的 希望大家到時留意 和來看電影 這條片講到這裡為止